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很常见 周围都有存在环境里面的毒素 这种毒性都相当之高 如果不小心就分分钟要命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话就更加要留意了 这种东西其实是大家经常都听到的肉毒干棍 就是说人们打Botox 医美那些 这种毒素的来源是一种细菌 这种细菌就广泛存在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在尘埃里面有 有食物里面有机会有 泥土里面也很常会有这种细菌在 这种细菌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叫做 艳阳性Anaerobic的细菌 大家都听过就是带氧 Aerobic exercise Aerobic就是说这种细菌 最喜欢没有氧气的环境 没有氧气的环境 它就会冲撞成长的了 如果环境恶劣有氧气 或者不适合它生存的时候 它有另一道板斧令到自己生存下来的 就是说在环境不适合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冲撞成长了 它就会韜光养晦变成包子或者牙包 即是说它不再变成细菌 它变成了一个种子形状的东西 种子形状的东西 它就有个磕包着 对于一些周围的恶劣环境因素 就能够有对抗能力 即是说这种菌本身是厌氧性 即是说不喜欢氧气 氧气是对它生存不利的 还有什么对它不利呢 太高的温度 太低的温度 雪藏的时候它又会差一点 酸性高的时候 即是有些食物比较酸性 有些食物比较减性 酸性的食物 比较难在那些食物那里生长 如果它变成包子就不同了 变成包子的话 即使是有这种不利的环境因素 它都生存到下来的 当这些惡劣的因素移除了之后 或者转变了之后 那环境一适合它 它就会冲撞成长的了 它主要的问题是 它怎样引起病的呢 就是说它这种的细菌 它里面有毒素在那里 即是说它不是说 弄一些毒素出来的 而是细菌本身的结构里面 就已经包含了毒素在那里了 那些毒素要它死了之后 或者经过一些化学作用 那些毒素就会释放出来 那它是一种神经毒素 那大家经常听 什么神经毒素就是什么呢 神经就是控制我们 譬如肌肉收缩等等那些 那除了这些之外 它又控制一些 就是我们叫做不随意机 譬如说我们吞东西 那些食道的肌肉 胃啊 腸的肌肉 那不到我们控制 就不会说 现在我要小窗收缩 行不行 那就不能够随意识去收缩 那些肌肉呢 都是有神经去控制它 去收缩这样的 那当然也都包括一些 控制你呼吸的那些神经线 譬如奉制你横甲帽收缩 横甲帽收缩 那就会将肺胸 空腔抗张 那肺就会抽空气进来 让你能够呼吸这样的 那如果中了这些神经毒素的话呢 它就会阻挡那个神经传道 令到比如吞不了东西啊 就是动不了啊 或者最大问题就是呼吸不了 这样会死人的 那这些毒素呢 如果真的中得严重的话 死亡率相当之高 那你说为什么会用来做医美 这么危险 小心使用呢 你用的剂量很小呢 它就只是阻挡一部分的神经而已 那比如有些人就是主要 比如说那些鱼尾纹啊 额头那里有些咒纹呢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肌肉呢 这里下面有一块肌肉呢 眼周围呢 有个圆圈这样的肌肉 那肌肉收缩的时候 肌肉这个额头收缩的时候呢 就令到有纹嘛 那这样 那变了呢 如果你打针的话 它打很小的这些 这样的肉毒干菌下去 那个毒素下去呢 那只是在附近 就是那个位置的神经线呢 是起过作用的而已 那只是这个肌肉放松 只是这个肌肉放松的话呢 那就可以减低那个咒纹啦 大家又不用太过担心的 就是一般医美呢 那个用的做弱毒干菌的毒素 份量比较低的 那当然有些地方会打得多些的 比如有些人打颈啊那些 那它打的剂量会多些 那那些要小心一点 你怕它呢 如果它的份量影音多 那那呢 就经那里呢 那些血管走了去其他地方呢 就有机会有问题的 那当然这个机会不是很高 那但是理论上是会有的 那因为呢 这种细菌呢 是一个艳阳的环境 就是生长得最多 没有氧气的环境呢 它就最适合它生长 所以呢 最早期的时候呢 那些罐头食物呢 就会有这个中毒的问题了 就是比如有些时候 如果那些罐头呢 就是比如有些时候 那些罐头呢 就是比如有些罐头了啊 或者或者穿了啊 或者好像漏一些东西出来的那些 那以前呢 就那个年代 比如有些人窮啊 就是照食这些食物呢 有些时候呢 就会里面呢 其实有这个肉毒干菌 生长了在那里 那它产生的那些毒素呢 吃了之后呢 就真的会死人的 其实呢 罐头的那些问题呢 就已经现在很少了 因为呢 就是整罐头的那些厂商 已经做足了那些预防措施 那就是现在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说吃罐头会种毒的机会 就极之低了 反而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大家喜欢天然嘛 或者COVID的时候 又喜欢自己在家 煮一下东西啊 做一下食物啊 这样 那很多人自己做那些 那些业制食物啊 那些储存食物啊 那些储存食物啊 醃咸鱼啊 甚至油浸咸鱼啊 油浸那些食物呢 那这件事呢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了 其实呢 就比如说 就是美国的政府呢 它有一个指引呢 就是教你呢 怎样去自己呢 有不同的食物呢 因为不同的食物呢 有不同的酸性和简性的嘛 就是酸性食物呢 就比较上 没有那么容易生这些细菌的 那如果是比较简性的那些食物呢 就真的要很小心 很小心地去做那个储存过程呢 那才很好吃咯 如果不是呢 间中呢 就算在先进国家呢 都是有这些人呢 有些人呢 因为自己醃制食物 那甚至送了 就是醃完之后 多了送了给人呢 跟着呢 就吃了 或者一些朋友吃了中毒的 那死人都试过的 那我呢 下面呢 有条link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些美国政府呢 那些就是教你 怎样做这些canning啊 做这些preserved food的指引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 另外一个先进国家呢 呢 间中都会因为呢 就是处理食物的时候中毒的原因呢 就是那些焗薯啊 那就是 香港人就不一定很喜欢吃焗薯啦 那但是呢 就是西方人很喜欢啦 那些焗薯仔呢 就是说那些薯仔呢 用那个石子包住它 跟着焗了它啦 立刻吃其实没有问题的 焗薯的话呢 那你薯仔在泥里面的嘛 那就是我刚才说过啦 这些这样的浴毒干菌呢 在泥土里面是存在的哦 那如果你焗薯仔 即是薯仔上膏未洗得干净啊 上膏真的有些泥土在那儿 有些浴毒干菌在那儿呢 那你用一些石子包住它 如果包得很实的话 没有氧气在里面啦 没有氧气的话 那你焗它的时候呢 那你焗它 你高温其实都可以 就是刷死那些細菌啦 那但是包子又未必 那你一定能够完全杀死了哦 那如果你说焗完出来 立刻吃的话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那但是如果你说 焗完之后焗了很多 那放在那儿呢 放在那儿呢 放冷了了 放冷了的时候 如果上膏真的有些包子呢 就是你焗的时候 都没弄死它呢 那那些包子那些牙包呢 就发牙生长 跟着长成了細菌 长成了細菌之后呢 里面又有毒素哦 那你打算隔几天 哎呦 早几天吃了焗薯呢 没吃得完哦 不要浪费啦 那你拿出来 你又不再焗热它 不再弄热它 不再弄热它 不再杀菌它呢 你就这样吃的话呢 就真的有些人 就这样中这个肉毒幹菌毒的哦 那这样东西呢 可能我们中国人就少些了 那但是我有些怀疑呢 现在我们烏番薯 会不会都是这样烏的 那如果是有这样烏的 如果又真的放冷了 隔了一段时间 又没有烦来吃呢 都是要小心点 那我片头说过呢 嬰儿子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呢 大人呢 如果你只是吃了些包子 即是牙包那些呢 那其实吃了下肚子呢 那肚子里面的环境呢 就其实不太适合那些細菌生长 只吃了些包子下去呢 多数如果大人来说不怕的 不过呢 就嬰儿子 即是一岁之前那些嬰儿子呢 不知道是不是肠胃呢 就不是那么成熟 那有不少的个案呢 就是一岁之前的嬰儿子呢 那些嬰儿子呢 有些父母呢 就可能觉得 哎呀天然食物 喂他吃些蜂蜜 那样的 有益的那样的 那很多人都以为 一说天然就一定是好 其实天然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 那有不少的嬰儿子呢 就是一岁之前呢 吃了那些蜂蜜 蜂蜜里面呢 是有机会有这个 这个肉毒干菌的包子在里面的 那这些包子 在嬰儿子的腸里面呢 他就真的可以生成了细菌 细菌里面又带着那个毒素 那这样中毒的喔 那所以呢 一岁之前的嬰儿子呢 就千万不要喂他吃这个蜂蜜 那一定不行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多谢大家收看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各位观看 我 订阅 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